前几天跟一个好朋友曾杰 他也是得到的产品经历 聊起他骑车从拉萨到尼泊尔的经历 我们俩聊的煤飞色舞 是因为我也有类似的经历 我从长沙骑去北京 其实骑车旅行穿越城市 和野外求生是不同的 它不需要你有很强的方向感 却需要你有一条找路的能力 因为虽然地图给你指一个大概的方向 但具体的路口道路转弯 只有你自己才能够识别 找路是一项很久远的技能 在没有GPS发明之前 老司机都懂得这样的技能 在不太清楚目的地的情况下 知道自己大概要往哪走 最后面到达一个自己也没有去过的目标 你看英语中间 这个识别追踪这个词check 同时还有痕迹的意思 它就是这个意思 就在生活中间 你应该关注那些生活留下来的蛛丝马迹 通过识别这些痕迹来check 去追踪你要的人生可能性 同样道理也好 人生设计也好 找到自己的第二项多元人生也好 也是一种找路的过程 因为你也不知道终点在哪儿嘛 你需要从现在开始去往一个 你很向往 但是又具体不知道去哪儿的地方 就是传说中间适合自己的第一第二职业 这个地方现在还没有地名 不能输入GPS 需要你从观察身边的蛛丝马迹 开始找起 那很多人说了 不是可以通过测评来测试自己适合做什么吗 说实话 这是一种方式 但是呢 这需要比较专业的测评 以及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士 我估计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 另一个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动手的方式呢 就是仔细地做自我的记录观察和分析 今天呢 我就分享一个 每个人都可以操作 而且很方便的观察方式 我把它称为叫自我观测日志 自我和环境互动 就会留下很多的蛛丝马迹 优秀的自我设计者 懂得细心地观察 慢慢地越来越理解自己 第一个自我观测的指标啊 就是专注 你关注一下 自己在做什么时候 觉得特别的无聊 心不在缘 心缘一马 人在这儿坐着 心已经飞去了遥远的远方 比如说我就曾经看过 一个学生上课的时候 他屁股坐在教室里边 眼睛沉45度角 斜望上方 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关注着宇宙 人生的冲击意义 心在遥远的灵魂国度 那什么时候你其实是 做一件事 做得忘却了自我 特别的专注 忘记了时间 甚至都不在意别人的评价 管他呢 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间 当然除了上淘宝以外 其实啊 这种专注的加强版本 终极版本 就是我们 积极心理学里面 常讲的心流 Flow 心流的发现者 米哈利 在很多左右的运动员 和艺术家身上 都发现了这种 让人极度专注的状态 这种人往往是 全清投入 内心感到狂喜 或者是欣喜 但是同时 他内在是很安定祥和的 他常常会感觉到 时间的停止 比如说画画的人 一画就是一天 玩杀人游戏 一抬头 已经三个小时了 最后面 他内心是清晰地知道 该怎么做 该如何做的 他并不迷茫 这种专注啊 就是兴趣和能力的集合 没有兴趣呢 你不会太专注 而如果没有能力的话呢 你的专注很容易被焦虑 所打破 所撤回来 所以关注自己 什么时候专注 哪怕只有很短的时间 都是你兴趣和优势的 一些痕迹 第二个指标呢 是精力 你关注一下 自己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特别容易疲劳 根本就做不下去 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总是精力四色 比如说 我大学的时候 我们班的班花女生 就经常拿热水瓶的时候 就说哎呀 好累啊 好重啊 人家拿不动嘛 作为土木工程系的班花 我们都很照顾他 终于有一天 我们见识了他 一个人剑步如飞地 拿着12个购物袋 在买东西 然后乐此不疲地走了一天 我们终于不再相信他 你发现没有 在同样一件事情 他会有完全不同的经历状态 所以你研究一下 自己什么时候经历很好 其实也是 设计自己人生的 很重要方式 那么有人说 顾点 关注精力和关注兴趣 不就是一回事吗 其实不是啊 精力是优势和价值的集合 我们刚刚讲过 专注是兴趣和能力的集合 那么你能做好的事情 并不一定会让你特别享受 只有那些你既能做好 同时也能持续获得 你想要的正反馈的事情 你会精力充沛 越干越带劲 比方说 我的合伙人斯文 他就特别擅长预言讲 我经常想说 如果他来做这个节目 做这个专栏 估计一点都不比我差 但他自己是一个不太喜欢公众发言的人 每次他开完会以后 就一个人躲在会议室的最后边 因为对一群人说话 特别好他的经历 他特别喜欢跟聪明人一对一的声聊 往往能聊到下半夜 我们都疲倦不堪 他依然神采奕奕 你发现了吗 不同人的经历 真的会在不同情况下面不一样 有了这两个指标 你就可以每天在做三件事的时候 如果你还没有做三件事 请你回去面壁赶紧开始 你可以在每天做三件事的时候 增加一个项目 就是叫自我观察日志 你可以记录下来自己每天特别专注 特别有经历的事 以及特别不专注和特别耗你经历的事 增加后面给他们做一个评分 你可以看看文章里面的图 里面有一个示范 这样下来 每周你能记录五到十件事 收集了十个以上的事情 你就可以做下一步 就是开始分析了 在这里面 我们使用一个叫AEIOU的分析方法 名字是不是读得很爽的 因为它是五个原因字母的开头 AEIOU 它建议你从五个方面 去分析自己的一个事件 A. Activities 当时你在做什么事 你的角色是什么呢 你是领导者还是跟随者呢 你在做一个有组织 还是没有组织的活动呢 A. Activities E. Environments 就是环境 那么当时你在什么环境下呢 I. Interactions 就是互动 当时的互动对象是谁 你在跟人互动 还是在跟机器互动 是正式还是非正式的 是陌生的 还是一些熟悉的互动 第三个 O. Objects 就是物体 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有没有用什么工具 在使用什么物体 或者是装置吗 有什么样的东西 可以帮你加速投入的感觉呢 最后面 U. Users 就是使用者 当你在做这件事的时候 你身边还有谁 还有什么其他人 他们是如何加强 或者是减弱 你的这种专注 或者投入感的 A. E. I. O. U.法 可以帮我们进一步的 分析和聚焦一件事 也会帮你更加细的 去观察你自己 它给了很多不同的维度 我举个例子 你就会更好懂了 比如说Z这个人 Z喜欢一个人 埋头写东西 做计划和策划 但是他发现 自己对于推动人做事 这个事情 动力不大 这是不是活动的 他发现自己 最专注和精力充沛的时候 都是一个人待着 夜深人静的时候 他面对电脑 写东西和做计划的时候 效率很高 这里出现了环境 也出现了物件 对吧 他偶尔置身于大学校园 也让他自己很放松 也是环境 如果一定要一群人的话 他喜欢跟熟悉的人 开会讨论问题 最好别太正式化 在会议室上面 震惊危重 会让他降低能量 耗费得很大 互动方式 他最喜欢的 自身于群职业化的 专业人士中间 最好他们个个都比自己强 可以毫不留情地批评自己 你看 使用者 来了 这样他就可以不用太管人机关系 直接是 就事论事 这只是其中一个分析 通过这个分析 你有没有发现 其实你也能猜出 小Z的一部分的特点 他是一个关注于 理念的专业型人才 他喜欢独立思考 喜欢学习 对于策划 计划很有优势 不过呢 对于复杂的人际关系 他就很消耗精力 如果要他推动些什么 简直比杀了他还痛苦 他特别适合于 在这种高强度的 非常专业的团队里面 协作 独当一面 好了 现在试试看你自己的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